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14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 读报点评节目 上一场没讲完 讲了半个小时 有点累了 休息一下 我又回来接着给大家介绍这篇文章的内容 借题发挥 谈一谈 人呢 我跟你讲就是几个欲望 欲望在推动你做事情 一个是痊愈 就是老想领导别人 是吧 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有的家里男的说了算 女的说了算 这么小的范围的还想说了算 叫痊愈 那么性欲 这个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这属于人性 实欲 对不对 不外乎这欲望啊 这个人很贵 你给这个官当 当到一定程度 人就是绝对的权利 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疯狂 就人肯定变异 你看有权和没有权 人就不一样 你当领导局长 副局长 你马上和你前辈当的领导之前不一样 对吧 那么混到就是 习近平统治就身边这个常委 呃 这些人呢 那个个都有一个想法 都想往上再爬 爬到这个金字塔的顶尖 所以刚讲到了这个 呃 丁薛祥 对吧 丁薛祥也想上啊 但是你看丁薛祥他的资历 他和别的人家通交不一样 一般这个中共的官员是这样 都有地方历练的经历 你不管干的好还是累 人肯定在地方混过 封疆大利 因为中国大 三十一个省字的区 你比如说李克强吧 李克强在河南辽宁干过 对不对 那习近平也是一样 习近平他在福建 浙江干过 那么李强呢 李强也混了两个地方 是吧 浙江和上海 好 等等 丁薛祥是什么 始终是一个 就是京城里的行走 是不是啊 宫廷里的行走啊 就是那个 封建社会那扇了担子的 那不都是这个叫太监 是吧 那个行走吗 就那些人 宦官 古代叫宦官 那么丁薛祥呢 呃 他自己 你别看他这个经历 但是他想往上 好 所以这位文章告诉你 他自立且 没有地方历练的经历 但正因为这样 习准备了终身执政 那么丁薛祥就适合当个傀儡了 那习近平不这么看 习近平呢 你听话就行 是不是啊 另外长那个样好像还挺潇洒 个儿挺高的 是吧 人们狗样的 西装隔离的 冠名堂皇的 习近平挺喜欢 说丁薛祥恐怕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傀儡啊 不排除他有一个愿望 将来也能够上 说丁薛祥长长期跟随习近平 掌管过中央办公厅 对内部的事务呢 内幕一清二楚 应该掌握了不少人的把柄 多多少少有一点人脉 就是他手里有个力气是什么呢 他治的事多 治的事多都治你小尾巴根 对不对 你比如说别人不知道你这坏事 他知道 这本身就是一个 对他是个优势啊 就是宫廷力度的优势啊 他讲他可能早就被自己 把自己看成出军了 就人到这个时候都疯狂 都觉得了不得了 对吧 指示对外极力也是 说但要获得中共元老的认可 但是难度很大 想成为黑马呢 成色不足 他就分析这个事儿 非常对不起啊 我可能感冒 刚才换衣服啊 这个 为什么换衣服 不是为了漂亮 这个年龄而漂亮什么 我连头都没染呢 我主要是怕船传错了 上船新厨那一样的衣服 船两遍 你不要浪费时间 你船上的就在十了分钟 还在发表什么 你挺耽误时间的 这个意思哈 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老头在这下浪啊 我是一个生活当中 很随意一个人 就是可以这样讲 你就看在街头 我就做的那种 啃爆米就那形象 真的 那农村人 就是乡下 乡下徒劳农 读了点舒缓的 很贫敏化的一个人 当然他可能早就把自己 当成一个储君了 就是这个丁月祥 他想他没啥本事 但他认为自己也能上 只是对外掩饰 但要获得元老的认可难度答案 就像他这个肯定是元老们啊 温家宝啦 就是贾庆林啊 你不管什么派都烦他 肯定傻玩儿 话里胡说 没啥本事 一般吵得去 他估计元老们接待他 反正表面也挺客气的 心里烦 你知道吧 但最想成为黑马的是李希 这篇文章认为说 他虽然排在证据常委的末端 但有中纪委的职务自便 恐怕掌握了所有高官的贪腐秘密 这个文章写在这里有点缺陷 就是什么呢 因为李希他有地方历练的经验 对不对 他还比这个电影强强多了 只是按照希的指令行事而已 他应该也视为希的亲信 不可能坐等其他人上位而无动于从 因为李希也是个马屁精 他在耍希干过嘛 对不对 也是对习近平的家族推崇有致 推崇啊 疯狂的什么习近平的什么 他们爹那个木修 就这些人搞的是吧 说丁玄祥和李希或许都自敢争不过李强和蔡奇 可能不得不先贯欺变 案子计算 也不排除他们可能加入支持李强或者蔡奇的一方 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再图后个事 也就这些人呢 都想上 但他可能有的人觉得自己难度比较大 那只有找一个有可能上的 和他保持一致 你想人到这个位置以后 那都每天没有什么幸福感 每天战战兢兢 可以这样讲吧 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就到了这个位置 人基本就失控了 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倒退就是死 你就想想 现在这个赵乐际这个是最难干的啊 你赵乐际今天那老曹又抓了这八个数据 那明显就是指向他了 那个人是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就是上去受益了 可能找到他了 怎么样 赶快投案吧 再不投案你就进去了 这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这个老赵出事了 因为老赵你看最近 除了接外宾的时候都不提习近平 超烦 赵乐际跟习近平俩有矛盾 这是肯定的啊 看不上习近平 因为赵乐际是属于胡温定年代 胡锦涛做命的大臣 有点像那个就是 有点类似就是赵政勇一样 对吧 那么肯定习近平想跟他拿下 说赵乐际王沪宁也可能各自做梦 你别看赵乐际现在这个情况 连这个王沪宁还想成为最高领导人 因为王沪宁有啥本事 王沪宁就是个马屁性 他能把那些领导人那些 沉这么烂骨子 直言片语 窜成一串 变成个理论 到处骗 这个就是个本事 是吧 说他的综合能力很强 是吧 马屁性拍 马屁拍得好 你看那个胡锦涛被扭送出去的时候 栗战书动着侧椅 自己一样 站起来就红一红 那个王沪宁马上像那个小母亲 摘老母亲的翅膀一样 一挣了一下 拉回来 是吧 说王沪宁那个 这个 两面派 墙头草 尽陆 尽险无疑 那个形象 你就看这些当官 这些都不是人干的事 是吧 说是 王沪宁呢 应该知道 要斗过习阵营的人吗 也难得到元老的支持 或许呢 先坐山观虎斗 暗自较绝 将来这个王沪宁也就干到这一届了 长官王沪宁别看 长得不咋地 表面壮正经 老婆画了好几个了 是吧 听什么 这个人反映做花花人 怎么说 政治局常委们各怀 心服事 互相提防 在中共党会接班人的问题上 都会试图有所作为 但也没有压倒潜在对手的优势 他们之间的一场乱战 箭在鞋上 同时还要警惕其他黑马的出现 他目前这个就是高层的权力格局 有点类似像 这个斯大林那个时期 死那个时期 是吧 那不就是斯大林快死了 他身体 他一身脑血管有病 他告诉同僚 谁不能不经过 他亲自允许进他办公室 最后怎么死 他不就是脑血管蹦了 躺在地下 然后呢 这下边人只能在小窗上看 就不敢进去 就喝了小呼不去看吗 他那个警卑说 这怎么 斯大林同志就倒地了 斯大林的手枪就在放在桌上 你要不经过 他允许进来 他啪一下就给你打掉 打死了 他像胡作非为 他到晚年基本的糊涂了 这个斯大林 你看那个转机鞋的 最后那个 喝了小呼在窗上看了好几次了 怎么看蹬不腿了 就是人因为人要死 那表情都不一样 他一看 咋再不进去麻烦了 就是 胆偷偷地进去了 是吧 或者也有人研究 这个喝了小呼 他们看就等他死了蹬不腿 决定死了以后 因为死了都有指标 他基本上瞳孔放大了 一看 终于这个 喝了小呼这些人都说 唉 总算死了 就像现在这些人 对得习近平一样 是吧 庆库不死 卢难未遗 都在窗上看 要怎么王小红 马上跑到贵州去了 见李炳君 急的 急三伙似的 磕头是吧 听贵州的 这个玩古董的一个人讲 李炳君特别傲慢 李炳君能干点事 你看这一两天 李炳君在贵州 搞那个 就是那个 怀仁 白酒 世界名酒 比赛 白酒比赛 评选 搞得风声随起 惊天动地 确实能干点事 那朱镕基的秘书 确实是比 习近平的秘书 你强强度了 你得承认 李炳君是干事人 王小红知道他 大哥唐 就在混迷西江 得赶快来 撮合撮合 炳君 不是我要整你 贵州这些人 都是习近平整的 老弟 一旦将来 你放我一马 你别看他们这些 当官表面都是人 到私下啥事都讲 都给人磕头都说不定 我都遇到过 黑龙江的官员 全民选上副市长 喝点酒 当时就嚎啕大哭 搂着领导 我都努力了 领导就按给他说 哎呀 你别哭啊 不是我不帮你 赢得自己 后来拿了六十多万 你就拿了四十万 你说叫我怎么跟你说话 你钱不够啊 他说我不够 我都当今借了 实在借不着 都借光了 我借了 哭得满脸昏儿滑的 我一看 那哪像副市长 你看那电视上演的 打洗澡领带 什么连结丰富的 翠星皮 你私下那些厂分 就看看那些人吧 是吧 你韩桂枝也不是什么好女人 韩桂枝那甭小鲜肉啃的 那口红蒙的满脸都是 韩桂枝 韩桂枝 我跟你讲也是挺风铃的 这些不讲了 黑龙江这个腐败官场 就是生长楼那一代 是吧 你过去那个年代 就黑龙江官场的腐败 一条街上面的 那故事老了 我就跟你讲了 只算不愿讲 讲完以后太不好了 他也那个什么 就是负面了 我要告诉你 官场是最丑恶的 这个 每当看到那时候 我看到官场那些事 我就想 这过去写那个著作是 是三十年贵写下 是那官场的腐败 就是于林外史那些书都不行 远远不及 清朝末年那些 腐败官场呢 远远不如中国官场的 腐败的精彩 是不是 你还有两个官员 就是喝多了以后 又鞋子脱下来后 互相闪了 闪的满脸都鞋底的 那都是书记市长的 那级别也不低 当然是县级市的 你就看中国官场的事儿 哎呀 就别提了 现在别讲这东西了 就没有意思而告你 你这篇文章 分析的还是有道理 就随时接班人 就看习近平有病了 大家都想上 他说现任政据常委们 大概都在等着习近平出事儿 此外呢 盼望习近平尽快倒下了 还有其他政据常委 那样的话 他们都有机会晋升政据常委 如果政据常委再争不过 争得不可开交 甚至跟着实施 其他政据委员晋升的机会就更大了 也就是很多人都想习近平下去完蛋上 是吧 这挺有意思 说是新疆的马姓锐 在其他政据委员总排名第一 若按顺序递补政治局常委的话 机会更大了 你看这个马姓锐现在也是要于事儿 那今天我看到人民罗分板 过来会儿我给讲啊 他这个哄这个富华 拉哄富华 你看这个新疆的报纸报啊 就是这个马兴瑞接见就是富华 富华是新华社大喇吾桶的一个马屁精 为什么习近平最近特别重视富华 一个觉得富华这个人长相还挺不错 文字兵秘的 第二呢口才比较好 第三拍马屁拍到习近平最有快感的地方 这习近平很高兴 所以就把这个富华最近那个领域拓展了 不光是搞宣传到处走动 而且外交也开始设置我 我估计下一步习近平可能想提拔这个富华 还有引力有可能 这很有意思啊 就马兴瑞在旁抽脚 他俩是王八卡绿豆对眼了 这个新疆这有意思 说按顺序逮捕政局常委的话 应该机会更大就是马兴瑞 不过习的情信就是何立峰 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建设兵团 成立周年大会 两人恐有一批 想接班做接班人还差得远 这个何立峰啊 他倒不想上去 我看何立峰这个人 他不可能想想继承习近平这个 他可能想的位置是你李强上了以后 我能到国院总理这个位置上 何立峰在李克强手下 他就想往这上 对不对 因为你得承认他是习家军 唯一一个在国务院系统还干过 而且在厦门基层干过的一个官员 他多多少少还有点本事 这么讲 这何立峰啊 所以习近平这次派他 为什么到新疆又到陕西去抓人 你看他 他已离开陕西 马上抓了商洛世人大常委副主任 对不对 他离开新疆 新疆圣人经的兵团也抓了 深疆一抓 新疆一抓官员 就这些官员有级别相对比较低 习近平的经历 他在向习近平汇报的时候 习近平就派合了以后 准下去看一看 听一听 该不该抓 别让下边的官员给咱们挖坑 是吧 他就去了以后 确定哪些人抓 哪些人不抓 表面讲的是什么 找个理由 我认为是这个 你比你看他一离开 马上抓人了 今天不又公布一个 对吧 这证明咱们分析没有错 上落实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 那级别也不低 不是副委员 副主任 主任 上落实的 就陕西 那么这篇文章还讲到了引力 引力是中共党的 应该讲一个实力派 就确实有本事 这个人这么讲吧 尤其在新冠治理方面 这个人超前了 而且挺敬业 说北京市委主任引力 还有上海市委 就是陈建宁 也可能会有些想法 说北京上海一把手 历来 算是中共党魁自卫的争夺者 因为他两个人 应该是属于技术官僚 就却有本事 但是习近平对方也不放心 本事太大了 他就讲天津市委的书记 陈敏尔是二十大的失败者 争夺政权委员失败了 仅从重庆平调天津 也没能坐上北京上海 广州书记的位置 他没上去 因为他腐败特别严重 他那个主要是那个 毒山县 最后他抓了潘志毅 潘志毅是贷罪高扬 他那贷款就几百个亿 他其实给干这些贵族 他可以掏空了 这个家伙胆大 他主要通过这个 这个漏这么多的钱贷款 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售买这些利益集团 你看他他当时给这些项目 大干快商的项目 技术设施项目 全部给了就是什么 滋江逊金和浦江新军 福建帮和浙江帮 所以他笼络这些人他才能上 结果呢他搞大了 就搞出很多事来 那么这个习近平也没办法 再加上他就是不像这个丁学祥 毛小龙他那么样 对习近平那么忠诚 他还想要害哄哄李克强 以前我曾经讲的陈敏尔 所以陈敏尔 因为陈敏尔是个记者出身 文人出身 他好像还有点底线 就是说他是贪战不暇 但是他在和李克强关系处理问题 他觉得李克强这个人还是不错 所以他也讨论政府报告的时候 他每次都讲李克强的政府报告 但你看其他这些 连李克强的报告都不提 奇怪了 明显站在习近平这一边 所以习近平一看他不够忠诚 就给他放到经济子弟 也挺重要的天津当书记 他说呢 他仅从重庆平调到了天津 说陈敏尔显然是被习故意压住 此前有关于他接班人的传闻 说现在呢 习实施 陈敏尔很可能峰回路转 他自己应该成为黑马 但首先要入围候选人此地 难度不小 他分析的 他说其他政治军委员呢 也许有个幻想 但几乎没有成为黑马的可能性 传闻张有霞控制军队 或许也想正正党魁此位 再体现一下强杆出政权 但不知如何得到元老和其他官员的知识 我认为张有霞不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张有霞本身来讲年龄太大了 另外他本身就在部队 他掌握实权就足够了 他不会 他就看他倒向谁 倒向元老 那他就可能要扶植胡春华 要倒向习近平 那就可能是李强我认为 这要看他怎么去平衡 因为只有他控制军队 习近平不行 他说前政治委员的胡春华 被认为是开始冒头了 他曾是团派推出的接班人选 虽然也冷然具备年龄优势 或许能得到某些元老的事实 但重返政局 再晋升政局常委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习阵营应该会强力阻击 但不排除习阵营内一些人 后来被收编的人马骑墙 重新站队 这就看胡春华背后 这个推动力量 政治老人们有多么强盛 强力 再一个是根据海内外局势的变化 因为这个局势 如果就是使习近平 这政权已经统治不下去了 你比如说这一次吧 具体讲股市现在上了一点点 略微的起色 但是现在这个大赌场 对我感觉也要坍塌 那么就是你房市上不去 股市在垮掉了 然后呢这个民怨沸腾 这个突发事件爆发 暴力事件一个接了一个 那么可能习近平就要打台湾 打这个台湾 打台湾他不敢打怎么办 之前他就镇压 镇压这时候他就利用什么 胡海峰 胡海峰是民政部副部长 他就提拔他让他来救济 也重用胡春华让他来什么来补位 这个时候就是对胡春华 就是一个机会 这是我的观点 他这篇文章没有讲 他说除了现任政局常委 委员胡春华指败 说王小红算是准 政局委员 一直在参加政局会议 可能也想利用公安部长的便利 证一证 至少能左右某些局势 这个不肯定 王小红就是个抓人机器 谁上了以后都在整他 只要习近平一垮台 他分分秒秒 他和陈文青对他被抓 我跟你讲 因为他得罪的人很多了 得罪的人 这人肯定是盯着盯着他了 他为什么习近平一躺倒了病了 他马上跑到贵州 那就表明他很恐慌了 那陈文青是王岐山的底细 说靠整个国务院这事立功了 再加上了彭仔州的时间出现 他就是走运整个政法委书记 他也不是铁杆西家军 所以他也很危险 我估计他也是两面人 他现在要说不跑的话 将来也没有机会 但这些人都属于带罪高扬 我估计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其他人目前看不出黑马的迹象 说这些年江派团派的国务院 基本上搞掉和排挤掉了 后来后面的人 早已失去了升迁的渠道了 习阵营的人被强行拔苗助长 在现有的位置上普遍勉为其难 这篇文章最后得失结论 他说虽然习冷在会节外面 现在参加各种会议 发表演讲 党媒也继续宣传习思想 但北京政治氛围诡异 已经越来越难以掩饰了 不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做法出现了异样 台湾国外方的言辞也变得大胆起来了 就赖清德的祖国论 对不对 并非一时有感而发 更像是对北京再重新喊话 这确实 你看现在整个台湾这个动向 就可以看出 赖清德也不给习近平当回事 要调侃的 说台湾情报部门恐怕也掌握了 中南海的最新动态 就是中共高层肯定有台湾的 间谍特务 军方也有 一定是有的 没有怎么美国信息这么零 台湾这么零 对吧 说知道中共内部陷入了重大的权力危机 确认了 中国军队现在的最大信任是保中共政权 暂时无暇队员冒险 张有霞可能已经向沙利文交底了 保证避免纵美冲突 这篇文章 他说中共现在最大的问题 恐怕已经不是习去留和权力制衡的问题 而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乌邦国去世里 一刻想猝死 中共官员都知道 谁都免不要已死 所以不能万岁 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委员和一众高官们 大多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特权利益 试图保住江山 他们不管怎么动 他们都希望公安能打算不沉默 因为沉默了以后 你这样清算他就完了 管他这个派那个派 老百姓肯定就把他们吃了 是吧 你就想他犯了一些罪行 老百姓不恨 各个恨得压着痒痒 他说试图保住红色江山 因此会继续想方设法确定党的党魁领导人 以此度过当前的威胁 他说中共接班人的争夺 不只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当下如何走出困局 谁有本事带着中共走出困局 就避免了大伙传沉默 他们也恐怕也得放弃点旗舰 形成合力找一个人 那是不是胡春华有可能 按照中共的说法 百年大变局就在眼前了 实际上是中共面临的百年大困局 现在党魁的一系列做法加速了危机 元老和众多现任高官应该 不想再忍耐习近平一意故行了 就现在这个人肯对对习近平很失望 觉得这么搞的船就沉了 得给习近平整下来 但现在政局常委能担得起集体领导吗 中共退休政局常委和现任政局委 混杂一处能担得起集体领导吗 中国军队能强指挥党吗 越来越多清醒的中国人 不会愿意继续做中共的农历了 这问题是人们群众现在 对你什么江派习派都不感兴趣了 整个就给你揍了 彻底抛弃共产党 这个应该是个大的方向 他说世界各个主要国家的政府人民 也不让中共缓过气来继续危害世界 中共已经难逃此劫了 但为了争夺接班人的位置 内部还在大大出手 落井下石 阴招跌出 你看现在对胡锤娃 这个李强的派系搞多人名堂 是吧 所以这个海外自媒体有很大的作用 我跟你讲啊 成为他们争取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小舆论平台了 说终极内斗 或者或许能带来 中午垮台的最终结局 这边文章最后说 或许历史安排有支持式的出现 你看现在北京会星也出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个血色自光也出了 这玉斯这个时代就裂变开始了 他说主动解体中共 中共 中共党内肯定有一些派系 有些官员想把中共颠覆了 说为中华民主全世界人做件大好事 从而迎来人类的一个新级别 还有一篇文章是胡海写的文章 等到有时间 再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再见